约翰·杜威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 能与之媲美的更是寥寥无几 为了理解他的思想 我们不妨想象着 让杜威重新在现代世界里出现 让他在一所传统学校实施其教育理念 杜威常导从座中学 这也被称为体验式学习 他通过观察发现 当孩子们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时 学习效果会更好 因为他们会沉浸于当下的学习氛围中 而不是遥远的未来 比如应付期末考试 在生物课上 学生们不需要通过课本 而是自己种植植物 收获果实 然后把它们喂给蜗牛 看看会发生什么 有时事情会顺利进行 有时也会有意外发生 然而无论结果如何 学生们都会把所观察到的记录下来 形成他们丰富而难忘的体验 每节课结束时 学生们会总结学习情况 并进行讨论 进行讨论 可以帮助学生适应在民主社会中的生活 因为在民主社会中 所有的决策都应该建立于合理的论证之上 通过辩论孩子们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礼服人 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在一次讨论中 学生们争论认为 校服限制了他们的自我表达 所以应该被废除 杜威主张 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 为适应生活做好准备 并培养孩子们成为服务社会的创新和改革的力量 因此他鼓励这些学生去发习请愿 亲自去实践看看 是否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 课堂应该是互动的 杜威认为 与环境的互动 在学习过程中 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教育 是一种持续变化者的体验 从另一方面来说 被动接受知识的人 其所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 发习请愿的小组 向老师提出了他们的想法 并相互交流 加深了彼此的理解 并且凸显了他们学习的过程 学习应该是跨学科的 杜威认为 关联性学习 对培养理解能力至关重要 跨学科教育 能够使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从而下降他们的理解 他们在生物课中观察到的东西 可以用数学去计算 用英语去表述 并通过艺术绘画去呈现 这样一来 学生们在学习时 可以了解到事物 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对于大脑来说 这样的学习过程 更加有益 因为它可以将新知识 与旧经验联系起来 并建立起更强大的思维模型 杜威认为 社会在计算教育成本时 不应该只看学校盖楼 教室工资 和其他资源的成本 还应该考虑到 孩子们所投入的 所有时间成本 因为孩子 是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未来 他们在课堂上的时间 不应该被浪费 因此 学校有责任成为 让孩子们去实践 我们所期许未来的游乐场 这样 当孩子们长大后 才能创造出 理想的未来 关于教育这个话题 杜威有句名言 教育不是为生活做准备 而是生活的本身 寻求着装规范改革的小组 对他们的议题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并进一步提出好的论点 他们把自己的诉求 印在横幅和传单上 并与每个人 论述他们的想法 直到大多数学生和老师 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名 表示支持 最终 请愿书被提交给了校长 一项新的校规 就此通过 杜威的思想 在他的时代 并不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我们在教育上 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当今的教育情况 真的变好了吗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你在学校里 经历过体验式教学吗 你的学校 鼓励你和你的朋友 参与社会变革 并去实践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未来吗 请在下方评论 分享你的想法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 请登陆 Patreon.com Spros加入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和获取更多内容 请访问 SprosSchools.com